刪掉了 沒了 本來想在這裡再買牛丸也沒了 沒辦法了 大家好 一個星期前我們出了一條影片 在大概11月初的時候 來了這個連堂口岸過關的時候 看到這裡有一個雙十一的檔口位 就是剛才南庭國際隊出的位置 但是我早兩天 正確點說就是11月15日 星期五的晚上 通常過到這邊就已經沒有了這些檔口 據我在口岸認識的人說 原來這個活動是到11月14日正式拆了 所以15日到剛剛好就是消失了的第一天 原先上次家人說這裡買的牛丸也挺划算 又好吃 60元一斤送半斤 打算再買 但是來到已經沒了 沒辦法了 因為在場內這邊的牛丸相對沒那麼划算 大概都是60元一斤 但就沒有買一斤送半斤了 今集作為我晚上在連堂口岸過關回香港前 純粹在口岸這些商場裡走一下 看看東西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重點和主題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有一個重點和主題 我可以告訴你 原來在南庭國際這裡 是有一間的國際水會即將開幕 原先我是打算到地庫的位置 簡單拍攝一下門面就算了 但是這裡的PR似乎相當懂得做 看到我拿著鏡頭就特別邀請我進去拍一下裡面的設施等等 既然都是過開來 他又邀請我進去 在這個連堂口岸位置有這麼大間的水會 我進去儘管拍一下 先說明了 絕非廣告 也沒有收到這個水會任何贊助 真是剛巧下去 他們邀請我即時拍攝 你也可以聽到現場的對話 當然啦 我是先給大家看了我過關前買了些什麼 然後呢 最後先給大家看這個水會的部分 以免呢 一來就好像給你感覺在這裡 硬銷這個水會 我絕沒有這樣的想法 趁著這個開了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子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文雪這間橡山蘇軟開了之後 就搶了旁邊那間不少生意 因為大家買的東西比較相近 另外我也有特地看一看趙忌傳承 趙忌傳承生意當然是非常好 還有就是這間小魚海南椰子雞 剛剛到的時候也是爆牆 碰到這裡的老闆勇哥 跟他吃了一餐椰子雞 主要是我吃 其實他跟我聊聊天 聊些生意經 勇哥這一位來到深圳做生意的香港人 其實之前也是有觀眾 在影片裡面留言提起 然後後來我在連堂口岸這邊 又真的在店裡撞到他 然後大家加了個微信等等 就認識了 他這間椰子雞算得上是口岸這邊的良心店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來他的價錢就沒有特別提升得很貴 二來他整體的食物質素 都真的非常出色 我相信光顧過的人都會知道 這間椰子很甜 那椰子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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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海南椰廠熟過的 你說延開椰子 大家在眼睜中說 是沒可能的 一定會知道 沒有問題的 那你也坦白的 沒問題的 那這些你去延避一下 我跟延避的都一樣 都這麼說 因為你開椰子 我一天要用一櫃的椰子 那你這間椰子口碑不差 會不會是深圳的 都有分店 或者會開呢 這個是一個品牌店 都有七百多的 那跟勇哥聊天的生意經 我就不讓大家聽太多了 有機會的話 我試一下獨立做一條影片 只是跟勇哥分享他在這裡做生意的心特 又或者看到這裡的變遷等等 之後我就來了在口岸商業城那邊的江南騷 雖然之前我就有談過它 就是說那些份量總是多了不少的 之前我想買一斤它還給我三十幾塊 甚至35塊以上 但是現在它也有些少的改善 我跟它說一斤 我說千萬不要給我太多 算改善了 最後是29塊 記勻搞 最後一點點 好 看看白糖糕買完了嗎 白糖糕 太太說好吃 要買到 上次沒有拍到白糖糕和白糖糕的品質是怎樣 所以這次就補這個畫面給大家看看 太太說好吃的 所以特意我也要買 不過千萬不要放兩天 特別在房屋櫃 其實最好第二天就吃光 所以這一段我是買得多了一點 去到買了之後的第三天這樣算 其實已經的味道不一樣 但是第二天吃的時候 太太說還是很棒的 哇 現在一斤了 看看有多少 來 輕鬆半斤 來 輕鬆半斤 應該差不多了 對不對 要吃鹹多了 吃鹹多了 不然就多很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不然就多很多了吧 對啊 多很多 啊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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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膏? 鬆糕,有沒有其他? 鬆糕要一點點,我想試一下,不知道是什麼 一點點,鬆糕真的可以 價錢一樣嗎? 一樣的 這麼多? 差點以為新疆切餅那麼厲害 我試一試,拍頭膏試過好吃的,所以就買多一點 好,可以,等等,拿手機 好,可以,謝謝 通常過關時,慣常動作,我都會看看燒肉不漂亮,是否值得買 青中青月,走地雞,便宜了 要多少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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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間,七十一間 以根據最近太太吃過的,口岸買到的燒肉 她就覺得,在羅湖口岸那邊的燒肉 是比連唐口岸漂亮 當然,不可以說每間都買過 所以,只是剛好上次是羅湖口岸買的 那間是比平常在連唐口岸買的一兩間 當然,另外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很多時候連唐口,我都是過關錢去買 所以,漂亮的那些 早早就已經在人家正家的時候買完了 剩下的那些就沒那麼漂亮,也有機會的 她那裡是真的用街市模式去經營的 即是一個大的包租公 文說是找不到人去租的肉檔那些 菜那些還可以的 上兩個星期出過影片說這個香蓮街市 看到裡面的肉檔都全部還沒開 我收到一些消息,原來這個香蓮街市 基本上在朝租上都做得一般 怪不得有些觀眾就說,可能很快就要倒閉了 那如果你說肉檔沒人租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相信是因為它賣的是山肉 但是那些港人是不會帶山肉過關的 除非你是做牛丸,這些已經是整肅了的食品 就有機會可以銷售到給港人 否則的話,那個街市除了蔬果、山果、菜 這一類可以帶回香港的一些產品之外 其他都真的會變得不吸引了 情況如何呢? 街市兩邊著著燈,應該是生了 毛毛細魚,現在輕輕地打在我的臉上 正在清潔中 但是那些肉檔似乎都真的沒有開 焦燒不到 再過多久看看怎樣 有些人就說這裡會很快撿 好了,看完了 這個位置看起來不容易做 最後一站就走了去之前買過的一檔 我都賺過它的質量不錯 這裡買大雜牌 上次在HIGH11的攤檔 我沒有試過買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買 可以留言說說,如果你買了質量如何 這次來到連堂的這一檔 很坦白說是失望的 我只是買了四隻 只能夠說,跟第一轉買的時候 質量不一樣 明顯地是差了 不知道是它進入的這一批貨是差了 還是這一檔 可能做生意做到現在尾水 就可能覺得不用進入這麼好的貨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原因 反正我之前第一次買 我是真的賺過這一檔 但是這次買了四隻 是失望的 為什麼失望?質量如何? 我之後有機會再開影片跟大家說說 反正如果你問我 只是這一轉買了這四隻 我就不會推介這一間 其實當日在這個難停國際 也發生了一件小事 令我有一點感受 也是正面的感受 不過不想在這條影片裡說 為免這條影片 各方面的內容加在一起 因為是扯得太散了 未來有機會 就特別開一條影片去說一說 這件小事到底是什麼 另外想告訴大家 剛才是影片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過 這裡其實有一個國際水會會開張 其實我到訪當日是星期五 他就說第二天就會營業 即是說11月16日就會營業 我今天這條影片是11月17日 即是說已經營業第二天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已經光顧過這一間的國際水會了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看裡面的一個硬件環境是怎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看看價錢 因為我到訪當日 我根本連價錢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不可能為他賣任何廣告 大家放心 沒有收到任何贊助 真的純粹剛巧下去 他就邀請我進去拍的 而他的位置就是 在蘭庭國際地府公安戲院的旁邊 這個就明天試夜吧 明天開始是嗎 對 需要帶你進去參觀一下嗎 我簡單拍一下就可以了 再拍一下 帶你去看 門口這個PR都很會做 可能感應到我是博主 即是覺得有機會為他宣傳到 就在這裡拉我進去拍攝一下 那好啦 既然他這麼想我拍攝裡面的環境 我就簡單去拍攝給大家看 小心 現在都是可以拍的 對 可以的可以的 這個是我們的南京區 西亞華 我們明天才就是拍夜 這個現在在調製 小心 這個 浴池位 小心 那可以小心 好 好 這邊是我們的餐廳 嗯 我們客人可以在這邊用餐 哦 你這個是 用餐的時候是點的 是嗎 這是點什麼 我們會有菜單 菜單 嗯 OK 好 好 這個是我們的水巴 我們的出品部 火巴 那為什麼我要問他是不是點菜呢 因為有些用自助餐形式去招待客人的 這邊是我們廚房的床菜口 嗯 這邊是我們的休息廳 這個是B區 這邊是A區 嗯 先你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B區休息廳 我們明天開業 現在所有的設備都在調適當中 嗯 嗯 坦白說新裝修新設施什麼都新呢 那肯定開頭就比較正一點的 這裡是港人開嗎 還是 這老闆是港人嗎 嗯 咦 4月啊 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在練習培訓 就是員工 在 都是員工 需要點採個耳嗎 可以躺下享受一下 有機會 今天我等一下要回去 可以的 可以點採個耳 感受一下 因為這會兒只有採耳 不不不 我下次再 其實我這邊當時是想笑的 因為我坐在椅子 應該一會兒都不可以經過聯頭 可能過關了 我要走回羅湖那邊 還沒頂 好 這邊是我們的頭療房 我們裡面現在就會有客人 這個客人是邀請過來 不是 是那個 朋友 老闆的朋友 這個是我們的頭療房 可以拍的 有 早一點的話 可以給你們按個腳呀 上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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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房 有一個電會開 有 燈需要開亮點嗎 可以呀 可以呀 OK 哇 都可以打 這邊是我們的房間 五字開頭是我們的中式房 差不多嗎 敷一點 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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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矮一點 適合推油 然後高一點的話 適合我們的中式 還有我們的中醫 就是因為他們有一些需要正骨 還有一些脊柱側彎 我們的中醫都是有症的 非常專業的 會治療這個 像女的骨盆前傾呀 還有脊椎側彎呀 還有這些 那個叫什麼 腰肩盤突出呀 什麼的 都是可以做的 好的 他們都是專業的 有症的 對 我們的一個公司的結構 是回字形 一圈一圈 回家的回一樣 中間一圈是我們的房間 我已經迷路了 我感覺 對 因為很大這裡 中間一圈是我們的按摩房 房間有100間 外面一圈是我們的人事部 還有我們的廚房 計師房 還有我們的休息廳 還有我們的休息廳 這邊是休息廳 OK 我們明白 我們從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過來了 已經等於 我帶你們走到這邊 然後我們走這邊轉了一個圈的 回字形 回家的回 一圈一圈 好 知道了 帶你去女兵部走過去吧 因為現在沒有營業是可以走的 這個房間是可以看到 這兩個是我們的餐廳包房 哦 哦 燕匯這樣 嗯 OK 好 聚匯那些 好 來 我們參觀一下女兵部 好 你們應該是就不能走了 那這邊也都還是在裝那個 安全的那個 小心 就是女兵部 對女兵部 對女兵部 小心 好 正常情況 任何男士都不可以入女兵部 正常情況 剛巧他現在還沒開業 他又大個彈圈 為什麼 正常都不可以入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一個足玉包房 哦 足玉包房 八人位的 現在就來放的一些東西 都會推進去的 好 知道 然後賺一個錢 我們就回到了我們的 嗯 然後我們的花台 然後 嗯 這個是零食大的 嗯 之後會換 是嗎 會換 這個是零食先用的 對對這個也不像是 對零食的 還沒到那個 正式的 然後重新調整 它尺寸 就有點小 好的 那好吧 嗯 謝謝啊 好的拜拜 好拜拜 只能夠說 這位PR相當之精明 除了我六至八分鐘的時間 拍攝裡面的東西 由於我走得快 所以剛才可能 個別的觀眾會看得比較頭暈一點 反正今集關於連堂口岸 晚上過關前我買東西 還有 在這一邊唯一一間 新開的國際水會 簡單介紹 絕非廣告 說到這裡 若然對於今集這條影片 有什麼意見發表 歡迎留言說說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大灣區自住 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